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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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谈到雨林赛车是一种轻型的 应该是轻量级的 那么它能不能接受雨林赛的挑战呢 一起去了解一下今天的发明项目 发明人 欧尚文团队 发明项目 高机动性雨林赛车 赛车运动伴随着汽车的产生而产生其中类繁多 大部分赛车比赛都是以速度作为判断胜负的依据 但还有一类比赛更注重考验车辆的通过性 以车辆所通过环境的难度作为判断胜负的依据 雨林赛就是其中的代表 雨林赛源于马来西亚 被称为世界上最为艰苦的汽车赛事之一 其比赛主要是模拟热带雨林中的环境设置 垂直的断崖 湍急的溪流 粘稠的泥浆 极端严酷的比赛环境 使车辆在其中损毁率非常高 因此 雨林赛也被很多车手细称为拆车厂 车辆在这样的环境下行驶 不但要有很高的可靠性 并且要有强大的通过性 欧尚文是一位来自广东的赛车手 他与队友合作曾拿过不少国内赛事的奖项 2004年 以此观摩马来西亚雨林赛 使他受到很大的触动 当时去参加的时候 看到国内有三台车 都没能完成比赛 那么我也是想自己改一辆车 自己也能参加一下这个雨林赛 但几辆改装车都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因此他们决定自己造车 2010年 他们的第一代赛车问世 这辆车长3.4米 宽1.8米 重1600千克 配备150千码缠油机 这辆车采用厚重的大量结构 保证了车辆的坚固稳定 2010年 这辆车参加了海南国际雨林赛 当时国外的选手 来了好多十多台车 他们的队长放话就说 前十名不可能有中国人进入 都是他们包办的前十名 当时我开了自己的车 拿到了第七名 虽然在成绩上 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但他们发现 较重的车身重量 限制车辆性能的发挥 为此他们决定 研制一种轻量化的雨林赛车 经过不断努力 2012年4月 国国第一辆空间管架结构 雨林赛车研制成功 这辆车车长3.2米 宽1.7米 车身没有大梁 而是采用高韧性 各母钢框架构成 车身重量只有1300千克 动力依然采用150千码柴油机 但悬挂行程超过700毫米 这辆轻量化车车的优势 到底在哪里呢 热带雨林环境下 树木密集 林中道路蜿蜒曲折 很少有超过100米的直线距离 因此 雨林赛车不追求最高车速 而追求百米内的加速能力 为此我们在一段平直道路上 设置了一条100米长的赛道 看看雨林赛车加速性 到底如何 我们先用雨林赛车和一辆宝马车 进行对比测试 这辆汽车 采用涡轮增压汽油机 急速能达到每小时200千米 而雨林赛车采用柴油发动机 虽然在公寓上略展优势 但是最大速度只能达到每小时90千米 哪辆车能取得加速赛的胜利呢 您好 咱们跟那辆雨林赛车进行一个比赛 好吧 您这辆车有多大马力啊 差不多200 差不多200 您觉得您的车能赢他的车吗 肯定能呢 肯定能 那作为车手您的技术怎么样 还可以 还可以 看来这位车手十分自信 与专跑公路的车相比 雨林赛车情况如何 咱们跟那辆SUV 专门跑公路的SUV比一下 您觉得哪个车能赢呢 我都赢他五六个车位 四五个车位了 您那么有自信 对啊 好像这个车平常跑公路性能一般吧 反正短距离的不够快的 短距离您觉得肯定能赢 对 行那咱们再试一下 好好好 先试一下 两辆车供应相似 两位车手不争扎 究竟谁会获胜 云赛车车轻迅速 率先冲过五十米线 最终甩开对手十五米 率先冲过终点 欧先生您好 这辆车应该是专门跑公路的 对 动力可能跟咱们这车也差不多 为什么它赢不了咱们这车呢 这台车主要是注重短距离加速 短距离加速 如果跑长距离呢 长距离的话应该是这个跑马 那咱们这种短距离加速 在比赛中有什么意义呢 主要是赛段的问题 我们没有这么长的赛段 作为一个民用车赢不了赛车 那咱们找一辆赛车跟它比一下 怎么样呢 试试看 试试看 行 这辆跑马是一台民用车 它有自动电速箱 加速性自然无赛车 因此我们找到一辆 公里相同的赛车 比试一下 您好 您这辆赛车跟它的有什么区别呀 整体都差不多 因为应该我重量比它要重200公斤左右吧 比它重200公斤 对对对 那您觉得您能赢它吗 应该可以的 您是不是比赛经验比它功夫呢 是啊 刚刚我从贵州前世郎拿了冠军嘛 我觉得我的载子技术比它好 所以有机会赢它的 那您觉得 虽然您比它车稍微重点 但是还能赢它 还能赢它 肯定能赢 可以可以可以 好那等会咱们试一下 好的好的 您好 您觉得这回 你们这两辆雨林车比谁能赢呢 我赢的信心很大 您赢的信心很大 对对对 您俩以前比过吗 以前都经常比 我们俩师兄弟以前经常比 以前我那个旧车呢 也是跟它这个款差不多 跟它车重量也差不多是吗 重量差不多 但这个车新款呢 轻300公斤 以前你们俩的比的时候 谁的赢得多呢 他赢得多一点 他赢得比你多 对对对对 这回您换了新车就一定能赢它 一定能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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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信心 有信心 好 来试一下 好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 一方车辆较轻 另一方赛手 胜率更高 新型赛车较轻较轻较轻较 去 olha 完چ的雨林赛道 不但要求车辆有短距加速能力 还要求车辆有较高灵活性和操控性 这样才可以保持持续的速度流逝 为此我们在一块空地上 以5米为间距设立5个桩 看看车辆是否能穿行而过 参加测试的是雨林赛车和一辆普通越野车 两车轴距相仿 咱们只有5米的距离进行一个绕桩测试 咱们的车能过得去吗 没问题 但是咱们这个绕桩测试是有速度要求的 不低于40公里每小时 应该问题不大 应该问题不大 那咱们试一下 好 你好 同样的要求咱们这个车也能过去吗 比他们的车有优势吗 我觉得比方低可能比较快 那咱们也试一试 好的 两辆车究竟表现如何 先用普通越野车进行测试 这辆车走距离 坐新低 理论上在道中中应该有多事 但是在实际测试中 即转弯半径大 甚至连续撞倒变河干 接下来用女兵赛车进行测试 理论上 一人在车重心比较高 鼓励于灵活转驾 按试试中发现 还有更能力的武器 在转弯时 一时目的侧的后车轮 也不转动 从而可以飘移过弯 减速灵活性 用车重心比较续度 两辆车的转弯半径 分别是多少呢 一辆车 南后测量级 留下了轨迹 现在多少米啊 现在13米6 13米6 好 接下来用女兵赛车进行测试 可以甩位飘移的女兵赛车 右车速度很快 它的转弯半径是多少 转弯的半径在3.5米左右 咱们这个车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呀 主要是我们这辆赛车呢 有安装了一个轮边减速 也就是所谓的单边刹 单边刹 对 上上提的话呢 就是刹左边 刹左边 对 向下拉的话呢 就是刹右边 哦 就是 它就 它就像那个 这也就是一个差速转向的原理是吗 对 有一种达到像推土机的作用 推土机作用 对 然后咱们也就是轮胎转向 跟这个差速转向相结合 所以 减少了这个转弯半径 拥有轻巧车身的雨林赛车 可以顺利通过试水测试的考验吗 面对沼泽泥寒 它又能有怎样的表现 请继续收看 外发明雨林战车 好 刚才提到的这种单边刹 那么单边刹的原理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王老师拿来了一个没有车身的一个车 跟我们来解释一下 单边刹是怎么回事 今天我拿了一个模型车 大家可以看到呢 每个轮子呢 都有一个电机来驱动 一共有四个电机 分别驱动四个轮子 然后我控制四个电机 驱动不驱动呢 可以模拟这个单边刹的原理 现在呢 我刹右边 就往右边转 那么呢 我要刹左边的车呢 它就会向左边转 刹哪边的车轮 它就往哪边转弯 就是右边突然停滞了 然后那边就会往右边转 是吗 也就是说 我一边的车轮 驱动力停滞了以后 刹车了之后 这边有驱动力 那么我这个车就往这边转 这个原理其实很简单 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 履带式的推土机 或者是唐克 它都没有这个转向轮的 这个转向系的设计 它都是靠两边的这个 差速来转向 对 这是我们以前讲 汽车经常提到的 差速原理 对 差速的 看来这个雨林赛车 是不一样 因为在这个雨林 这个赛况当中 这个确实是路况 各个方面的 这个情况都比较复杂 跟民用车的这个 行驶的这个特点 可能要求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一下 雨林赛车 还有什么样的特点 普通车辆的摄水深度 一般不超过 车轮高度的一半 即使是性能较好的 专业越野车 如果水深 路过发动机的位置 车辆也会熄火 甚至造成 车辆损坏 作为雨林赛车 都有一定的摄水能力 但这辆雨林赛车 发动机都落落在外 它的摄水能力 倒地有多加 为此我们专程到 广东活山北江的江边 这里由于江地内车 年日阴雨时江水上涨 坑马地带 已变成一片德国 您参加过 很多的国际的雨林赛是吗 参加过 参加过 咱们中国的 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中国的这个雨林赛呢 跟国外呢 主要是在摄水深度这一块 不比国外的要深 这个也是根据中国的环境 特地来做的 特地来做的 这个东西对车辆 你们改装的难度大吗 在防水方面是比较大 要求比较高 那我看后面有一片水塘 咱们能挑战一下吗 可以 绝对没问题 这片水塘加杂着小块的陆地 拿两个雨枪 使水面浑浊不堪 深处的水深 没过膝盖 大约有40到50厘米深 这个水塘深度 可能有三四十厘米了 三四十厘米 这个 这个您开车下去紧张吗 这不紧张 很随意 很随意 平常遇到过这么深的水吗 经常 经常遇到 再深一点就可以 这里头还有那个 有淤泥也没事吗 没事没事 我们的车的性能 绝对信任这个路段 绝对可以 绝对可以 行 那您试一下 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好 走 进行雨林赛车 车重只有1300千克 而且轮开使用的 是大尺寸的泥底台 不但接地面积大 不容易下陷 而且在泥底中 还有叫声的驱动 在车重扎进水中 还能上来吗 怎么样 可以 没问题 很轻松 我看您满脸的泥 满脸的泥 正常啊 正常 我刚才看见 进到水深的地方 这前面都冒烟了 这是怎么回事 冒烟 那是发动激热气的水蒸气 没问题的 那等会更深的水 咱们挑战一下行吗 可以 没问题 一米深 一米深 不要淹过这里就可以了 因为车头不了 气窝头不了 行 那等会咱们再试 好 这个水塘水面宽阔 水深接近一米 并且暗地陡直 并不利于车辆直接入水 这样水面的环境 新型雨林赛车 能应付得了吗 高温的发动机 与水接触 一起震一震水流 这一赛车像民用船一样 矫情异乡无端推进 水里前后故障 雨林赛车在水中颠簸前行 可为现在的地方 你好 又是建了一身泥 又建了一身泥 这回比刚才那个难度要困难一些 是吧 有一点点 差不多了 其实都 这的水深一点 水深一点 我看这像涡轮什么都建的泥水 没关系吗 没问题 要是我刚水到哪了 刚才 所以刚才如果建起来 要到这里 这么深 如果实质上 可能只有这么深 是不是水要再深一些 稍微有点危险 那咱们再挑战一下 您敢吗 没问题 没问题 试一试 好 好 咱们再试一下 这是一片连通北江主航道的水湾 水面开阔 水中水草密布 水深变化较大 最深处达到1.5米左右 水深超过1米5了 超过1米5 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 您需要用其他什么工具吗 用脚盘 我的副驾 它会用脚盘 用脚盘 对 我看您怎么这回上车 没系安全带 因为系安全带 水太深了 怕出意外 怕出意外 到时候解不了 我没有什么事 我就洗火 我就跳车的了 都跳车 这么危险 您还敢试 没问题 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 对 好 那您来试试 好好好 走出 一下水 水已经漏过了汽车的发动机 运车如同流液偏周 在水中航行 行持一个水下高点 驾驶员迅速淋车 副驾扛着15千克重的泥爬 想岸上走去 正值北江逢风到来 河湾中的水 比刚才又涨了不少 几乎需要 永远通过 迪爬牢牢插入地面 成为雨林车的支点 车身几乎只有高高挂在 车顶的进气管 捞出水面 快到岸边了 脚盘能把在泥水间 行走的雨林车 马上按了 咱们这种雨林赛车 为什么有这么强的 涉水能力呢 这个首先地点呢 就是我们的发动机 是没有采用电盆的引擎 只是没有用电脑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涉水器 它装在车顶 这能保证你正常的 通过一米半以上的水 一米半的水 那么第三个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油片 这边呢 应该是要达到一个很密封 那么水呢 是会令它打滑 主要是这个问题 涉水测试中 机械脚盘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依靠发动机的动力 直接驱动卷筒 机械引力为13吨 超过10倍车重 穿石车辆 在依靠轮胎 可能托分的地方 把握作用 新型雨林赛车 层全新的车体结构 使整个车辆的性能 得到大幅提升 在短距离加速性 涉水能力 转向灵活性方面 为突出的了解 满足进行 实际环境测试的要求 为此我们随欧上能团队 回到广东南海的丛林中进行测试 这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 正值七月季风季 这里环境与东南亚雨林环境 较为相似 刚进入丛林 我们就被一条泥浆路挡住了去路 专业的内车在这种路段 都不断打滑 很难前进 最后 不得不在一辆雨林赛车的拖转下 才得以脱困 丛林中 还有比这更难对付的 泥浆环境吗 这片泥浆池深度 不低于七十厘米 通常情况下 雨林赛车要想通过 即使依靠脚盘也有一定难度 新型雨林赛车能顺利通过 车身重量轻易速度快 还没来得及下劲 又冲出了泥浆 怎么样 好 放了 刚才那个雨林赛有多深 有轮子这么深了 有轮子这么深了 那您不用脚盘也能上来 以前的这个雨林车能上来吗 以前雨林车都很难上 您还想再挑战一下深的 再挑战就深的 这个难度还不够大吗 不够大 不够大 再来一次 您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好 这次选择的路线 泥浆沉积更深 雨林赛车这次 会用到脚盘吗 长大的驱动力 非常大尺寸的泥笔胎 是车辆在粘稠的泥浆中 依然有足够的担 驱动力 这回都比刚才 深了一点 深了一点 对 没什么难度 您要是不用脚盘 是不是这个优势就非常大了 非常大了 非常大 对 粘稠的泥浆环境 很明确和轻巧的 新型雨林车车 但是这种车 能适应对车身抗扭要求很高的 坑八路端了 我们先掌了一处 深约50厘米 宽约80厘米的沟 并采用一台 经过改装的越野车 进行测试 这台车采用大公寓发动机 和大尺寸一台 具有良好的攀爬能力 这车的性能怎么样 性能也可以 性能也可以 我看这边 您看 这边有一个这样的沟了 我看也挺深的 这个难度怎么样 先试一下吧 先试一下 车的前端定住沟壁 此时 不论车轮怎么用力 车体温丝不动 车轮已经开始打发轰撞 车辆再有无力 划上身高 最终只能被拖了出来 同样的深功 新型雨林赛车 能轻松通过吗 超长的悬挂 是车轮损好的贴合地面 车辆很容易就翻越而过 显然 这一障碍根本无法阻挡 新型雨林赛车 为此 我们特别找了个 难度大的深沟 这个沟壁两侧几乎垂直 而深度更是达到90厘米 这样的障碍 上一代雨林赛车 能通过吗 您看刚才那个坑 难度大吗 如果展震器没那么长 就比较难通过 应该要用到脚盆下来通过了 那这回您也试试 好的 好的 车轮固定高中 车身倾斜严重 加上较重的车重 使车辆无法动态 惊艳丰富的湖架 迅速扛着沉重的泥爬 寻找牵引之地 几次努力尝试 最终好时一分四十 再把赛车拉了上来 雨林赛车能顺利爬上 斗峭山坡吗 免得垂直断崖 又是通过什么方式 顺利能上 您继续收看 外发明雨林战车 面对同样的深沟 新型雨林赛车 能有怎样的表现 朝城的寻挂行程 是车轮在过沟时 总能找到支离 空间管下驶车身 在剧烈的运动中 依然提供了足够的刚性 使车身没有扭曲变形 较轻的车身 使车辆在运动中 没有太多的困难 最终轻松越往山沟 全程耗时 仅有四十七秒 作为一辆越野赛车 不但要能越胀 爬坡能力 也是一个重要指标 为此 我们找到丛林中 一座只被覆盖 较少的山地 进行测试 我们首先找到一处 四十五度的大坡 坡地上沟壳纵横 更进一步增加了 测试的难度 雨林赛车 能爬上去吗 那我看那边有一个 这个得有四十五度的坡了 这个很正常 没问题 您没问题 那等会儿您再试一下 再试一下 好 我看您的了 好 车手信心十足 他能导战成功吗 这辆赛车为了提高踏坡能力 欢迎速比为四点八五的减速器 从而比以前车型采用的速比为四点一的减速器 多出了百分之二十的驱动力 大大提高了滑坡能力 阮先生 我看这个四十五度的大坡 对您好像都没什么太大难度 是不是 没有 没有 那您每次碰见这样有难度的障碍 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 越有难度的越兴奋 越有难度越高兴越兴奋 越高兴越兴奋 对 真的吗 真的不信你 上车试一下 我上去试试 对 上去试试 行 我也来试试 这是什么安全带 四点安全带 是安全带 先把胳膊套进去 这需要我上去的时候 有什么注意吗 手扶在这里 手扶在这里 对 有时候就往往这里靠 手千万不要伸出去 手不能伸出去 有问题往你这边靠 往里靠 翻车的时候你就往里靠 手脚千万不要伸出去 明白明白 好 报答 打行程减震器的使用 不但使车辆更平稳 而且良好的抓地心 保证了车辆 基本不会产生打滑现强 穿在这种崎岖山路 灵活行驶 而各部刚架构成的空间管架车身 只有很高的弹性 可以吸收一部分震动 什么感觉 这个 比我想 这上面沟壑纵横的 但是这车比我想象的稳定得多 舒适成功 舒适成功 挺舒服的 就是 特别是上坡的时候 没什么感觉 下坡你看着一直往下冲下来 稍微有点恐怖 看来45度大坡都没能阻挡它 那么角度更大的坡 它能爬上去吗 阮先生 这个大坡有50度了 而且上面有好多这种流水 留下来的缝隙 这个有难度吧 有一点点 有一些难度 这有一些难度 会有危险吗 比如说车轮卡在里面 应该没有的 照上 行 那您也尝试一下 好 这处50度的大坡 土质松软 沟壳送横 语音赛车会止步于 这个大坡前马 改名的大坡时 车辆必须保持较高的车速 而这辆语音赛车 由于车身较轻 充速较较小 加上大速力减速器的使用 使这辆赛车 在50度的大坡上 依然游刃有余 迅速灵命 刚才节目当中 提到了一个 对于车辆来说的 一个比较专业的名词 叫做速比 是的 您跟我们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速比 速比 就是速度之比 一般我们来讲 对一个变速的机构 它的输入轴的转速 和输出转速的转速的比 就叫速比 这里边这个车里 可以提到的这一点 就是主减速器的这个速比 也就是说 发动机过来传动轴 传到车轮之间 它有一个减速器 那么我传动轴的转速 和这个车轴 车轮的这个转速 比如说这辆车 它以前的速比是4.1 对 那也就是说 传动轴转4.1圈 对 车轮转一圈 传动轴转的是比较快 那它这个速比 对爬坡性能影响 就是说我发动机的这个扭矩 输出扭矩 是一样的情况下 它速比不一样的 我到车轮上的这个驱动力 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实验 好 我这里呢 是一个 有一个小电机 它呢 有一个相当于 变速箱 改变速比的 这么一个 一个齿轮装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电动机输出的这个转速呢 输出这个齿轮呢 是一个小的齿轮 然后呢 小的齿轮持大的齿轮 每齿一级呢 这个转速就会降低 大家看这边可以看到 这个小的齿轮转的比较快 大的齿轮呢 转的比较慢 也就是说呢 这个速比比较小 这个速比比较大 就是说速比小 车轮转的越快 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速比和这个 它这个驱动力 车轮上的驱动力 那么我们用 勾码的这个形式 来给它加上那个载荷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呢 我挂了三个勾码 那么呢 我用这个 呃 转速比较快的 速比比较小的 这种速比 是不是可以把它勾上去 它是比较小的速比 那么看一下 这个三个勾码呢 它是可以把它勾上去的 对 就是说这个 这种情况下呢 它的这个驱动力是够的 那么呢 我再加一个勾码 大家看看 我们变成四个 我挂了加了一个勾码 现在看怎么样 这样它就很吃力了 很慢 它就勾不上去了 对 勾上去了 一小段就停住了 对 它的那个 也就是说呢 如果这个是车轮的话 那么它的驱动力不够了 那么我看看 我换一个速比 换一个比较大的速比 在这场面划 同样四个勾码 它会怎么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换了一个 比较大的速比 刚才这个呢 是转得比较快 刚才可以看到 我刮四个勾码的时候呢 它已经很吃力 甚至它拉不上去了 那么我看一下 它很轻松 就把它转上去 也就是说 它这辆车以前速比是4.1 那现在变成4.87了 那就是速比是变大了 是的 车轮变慢了 对 但是它牵引力反而大了 是的 那这样对它的爬坡来说 是不是就更强了 有力 更有力 明白了 好 我们看到 这辆雨林赛车的 这个爬坡性能呢 得到了一个很好的验证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它还能不能爬上 这个角度更大的障碍呢 车辆的爬坡能力都有极限 一旦坡度大到车辆的轮胎 失去附着力 车辆就无法通过 那么 面对接近垂直的障碍 雨林赛车 是否能够通过 刚才很大的坡度的坡 咱们都能过得去 那要是比这种坡度还大的 一些障碍能过得去吗 能 但是要使用脚盘 您看 就像这个 这是 这底下稍微有点坡度 上面接近垂直了 这个咱们的车 能上得去吗 可以 可以 那等会让咱们的雨林赛车也试一试看能不能爬上去 行 这是一片在丛林边缘 人工开掘处的断崖 侧面部分高达三迷 旗下路稍稍清醒 上路接近垂直 这样的断崖 雨林车 真的能上去吗 在车缓晃的看到断崖前 雨林赛是一种讲求配合的愿意 附下的表现经常决定着比赛胜负 这个断崖连人手脚并用都很难爬上去 雨林赛车真能上去了 雨林赛中以树木作为支点 必须采用爆树袋保护树木 机械脚盘强大的牵引 那么轻易就把赛车拨了上去 三米高的垂直障碍 显然没能难住雨林赛车 为此我们换了一个高度六米的断崖 进行测试 后面这个有几米高了 六米左右了 六米左右 您这车有多长啊 我车不到三米 三米左右了 三米左右 这两倍的车长 咱们这个用脚盘能上去吗 可以 可以 那在雨林赛中这样的难度常见吗 比较少见 会不会遇到什么意外状况 或者突发状况呢 有时候会中间会死火 这死火就掉在悬在半空中 那起边很危险 您还敢试吗 敢试有一定的危险 有一定的危险 有一定的危险 行 那您 那您也试一下 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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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么高的断崖 已经不是人力可以爬上去的 小盘绳 可以超高分子 聚吸纤维 十六毫米的绳子 存在力量就达到一百八十九千万 超过十倍车重 突然吃两树火 上不去也下不来 踩离合已经没有效果 此时一旦操控失误 赛车会掉下去 并轻浮 这次尝试 但脚盘都没有止力 赛车最终能上去吗 最终在脚盘和车轮的共同作用下 还是爬了上去 刚才又怎么了 刚才主要是速度慢了一点 速度慢了一点 如果快了 我一加油就上了 但速度就慢了一点 速度慢了 刚才车熄火了还是 是熄火了 当时您紧张吗 当时不紧张 我都习惯的了 习惯吗 当时我想从这里挂空档挂不了 因为那个机械园里的 它掉的那个东西 全都是机械指纹 咬指纹松不了 如果松不了 我就走不了 所以我只有直接上了 刚才就 直接上了 那您觉得 要是咱们来一次综合赛段的比赛 您对这个车有信心吗 有信心 有信心 那等会咱们再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 为了模拟雨林赛环境 我们在丛林边一处空地处 搭设了一片综合场地 对新型雨林赛车 进行对比测试 这次比赛 采取三车齐发的形式 比赛中 车辆需要通过坑马路段 U型坑等等障碍 有些赛段难点 人都很难通过 在这样的环境下 雨林赛车 能有怎样的表现呢 参加比赛的 出了新型的第二代雨林赛车版 其他两辆属于第一代雨林赛车 三辆车动力系统完全相同 仅仅是车中和悬挂行程 稍有差异 三位赛首分别是 一号邓进勇 曾获2012前西南越野炸赛冠军 他的赛车重1580千克 悬挂行程30厘米 采用150千瓦 柴油机去动 二号阮明 曾获2011海南国际雨林赛第四名 他的赛车重1300千克 悬挂行程70厘米 采用150千瓦 柴油机去动 三号夜青年 曾获2011年 阳山全国山地越野锡标赛冠军 他的赛车重1600千克 悬挂行程30厘米 也采用150千瓦 柴油机去动 赛车重1600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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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比赛富有胜负 今天谁将能获得最终胜利 五 四 三 二 一 一号赛车 刚遇到第一个障碍就现其中 那好车及时赶上 赛车的加速车道无法超车 二号车故意保持车距 以及加速超越 小回转半径 一百八十度大班 没有单边刹 很难顺利通过 三号车一路一间 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吗 赛道便没三车到 二号车抓住机会超越过去 二号车和三号车 几乎何时冲入一堂 一路发动机与水浆域 冒出阵阵来烟 这是比拼副驾水平的时候啊 松软的土地 使狄爬很难找到 何时的支柄 二号车站到先机 率先冲出泥潭 当一号车冲出时 它已载着副驾冲向终顶 最终 它们一号车领先15秒 三号车领先20秒 获胜 您技术好还是车好啊 两方面有一点 加一点运气啊 为什么咱们优势大呢 因为我车轻 据说您过几天 还要去国外参加比赛是吗 对对对 要是您觉得带着这个车的话 跟国外选手的差距还大吗 跟他差不多 好 朱月你这回能得得干净 好 谢谢啊 欧尚文团的颜值 高机动性雨林赛车 在国内雨林赛车中 首先采用了空间管架结构车身 在保证车辆强度的同时 大大减轻了车身重量 只需要高强度越野的雨林赛车 收出车轻到1300千克 其次长行程变刚度悬挂系统的使用 增强了车辆的跃涨能力 有利于在地列路口下 快速行驶 机队动力 底盘 制动系统的整体优化 是车辆各式以过越的雨林赛困境 在我们进行的各项课程中 表现出相当高的实力 这辆雨林赛车呢 无论从这个车身的这个结构设计 强度设计上 还是整个动力传动系的这个 匹配参数设计上呢 都下了很大的功夫 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 另外呢 我们建议呢 在这个动力分配 不做调整的情况下呢 调整一下它的轴壶分配 比如说我们改变一下它的轴距 提高这个转出的性能 好了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 你也可以编辑字母T 发送到106699991 跟我们的栏目取得互动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和创意呢 也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今天再次感谢王老师来到演播室 给我们做这个精彩的讲解 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 这一期的我爱发明 欢迎继续关注科教频道的 其他节目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们餐桌上使用的莲藕从何而来 如何让麻藕变得偷笑 快捷 不淤泥而不染 机器麻藕究竟能不能实际 人与机器间的较量 甚至又会如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红 收红